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及人生 预言舞蹈里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叶青是阿玉王拿下临近国家的最佳功臣 他常年都在外地作战 杀了很多的敌人 亲眼看着自己的同胞不停的死去 这些年 叶青的心里 有想要停止战争的念头 这次要攻打守陀罗 叶青的心里十分挣扎 虽然他不想要跟人民互相伤害 可是又不得不听从阿玉王的命令 亚路表示 自己不可能逃脱 请叶青跟自己并肩作战 面对敌军叶青的苦劝 亚路因为不舍的族人又要面临战争 接下来可能又会让很多人死在沙场 所以他有点动摇 但又想起那些英勇战死的守陀罗们 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族人的未来 不是为了此刻的安稳 虽然逃走可以让大家生存下来 但是逃又能逃多久呢 万一又被管理者抓到 自己的命运不就更惨了吗 亚路静静地思考着 他忽然想起了阿满说过的话 宁可战死 不愿苟活 后来他对叶青说 我们守陀罗族早就已经准备好 大家等着背水一战 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自己的家园 我们是不可能会逃避的 更不可能选择投降 现在你们派来的人马 跟我们的人数不相上下 大家就靠着自己的实力迎战吧 而且你身边的那些管理者 专门以宁愿我们为乐 杀了无数的守陀罗 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我身上背负着死去族人的心愿 为了争取大家的自由 我是不会退缩的 况且如果你那么讨厌阿满王的暴政 为何不带着你的军队跟我合作 我相信只要我们联手 就能够为这个国家建立不同的生活 让百姓得以安乐 大家安居乐业 也不会再受苦 叶青看着亚路 他心里想 就连自己的官兵都没有这种气魄 他们只是因为要生存 背负着天天打仗的悲惨命运 而我盲从跟随着阿满王 就算不喜欢杀戮 在长期的战争中 也已经对战场的痛苦 还有死亡麻痹了 战争的残酷 让我们身边的朋友 不是瞬间阵亡 就是半死不活 虽然阿满王的用意 就是要让大家当牺牲品 但是在当下 他们知道的就只有听从命令 杀敌求生存 现实中 士兵是战争中的棋子 在阿满王眼里看到的是数字 可是我们在现场 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珍贵生命的人 他们是某某人的孩子 某某人的爱人 或是某人的好朋友 人类总是打着神圣的口号向对方宣战 接着英勇地披上战袍 痛击敌军 然而真正发生的事实却是 一个人随便杀掉另一个人 只因为他穿着另一个颜色的军服 说着另一种语言 要去哪里杀哪些人 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战争中有太多的权衡和牺牲 战争迫使我们这些人要一起作战 把命运绑在一起 在战争纷乱平凡的现在 大家时时刻刻 必须要面对生死关头的交战 以及时时跟死亡拔河的恐惧 这两者紧密交织 成为不可逆转的生死轮回 叶钦并没有决定要加入亚路的营队 但他已经将这个念头刻画在脑里 因为他不鼓励大家为国捐躯的精神 这并不是不爱国家 他更希望的是 大家连冒着生命危险的机会都不要有 叶钦明白 不论是自己身边的战士 甚至是管理者 都是阿玉王的旗帜 阿玉王为了要达成目标 牺牲手下的人也在所不惜 亚路向叶钦提出 一起并肩作战 叶钦决定 先完成这次的战役之后 再安排自己的下一步 因为想要推翻阿玉王 要有缜密的计划拆新 至少要拿下八成的军力 才有可能 虽然叶钦听完亚路的提议 曾经有三秒的心动 但是这场正义是阿玉王的清点 就算自己带领着 听命自己的军队离开 但管理者一定不会放弃的 如果管理者再去跟阿玉王报告 那自己的军队跟守陀罗的命运 就更惨了 叶钦决定先做好眼前的事 未来跟守陀罗的合作 也是有可能的 但必须先想好对策 因为要打垮阿玉王的政权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叶钦对亚路说 我们都是被迫无奈牺牲的人 看似我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我没有 军队里有些人对我很忠诚 但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被阿玉王洗脑 而且在长时间的生活中 他们丧失良知 道德素养沦丧 几乎没有人性 所以如果想要推翻他的政权 需要做长时间的规划跟布局 因为在他的掌权之下 已经让有钱有权的人迷失了 他们不把人当人 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我只能够暗中帮助你 至于到了战场 我们就是敌人 不用手软 叶钦得知 亚路在营地附近都有设下埋伏 于是他决定先派管理者出面迎战 等到他们都中了埋伏之后 再派出残暴的军队 让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走在最后 这样他们才有生还的机会 接着 叶钦命人把营区里的饮用水全部倒光 让他们到河边重新烧水才能饮用 虽然手下也觉得很奇怪 但既然是长官的吩咐 自己只能够照办了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叶钦早已经见到 守陀罗先前倒进在水里的毒液 随后 亚路带着守陀罗回到村庄 他对守陀罗说 明天一早 管理者们应该就会打过来了 现在 我们只守在村庄路口已经没用了 因为他们吃过亏 不可能又从入口处进来 所以 现在我们每个人 十个人为一个小队 看守村庄的四面八方 站在制高点的人 以五个人为一小队 只要看到敌军前往 就大声呼叫彼此 把武器准备好 镇守高处的人 要备好巨坛 大家只要看到坛子盖到敌军 就能够用陶罐丢向他们 只要身上引起大火 他们几乎不可能生还 守陀罗们听完亚路的指令 大家纷纷拿好武器 彼此分组别 各自归位 虽然还没有开始打起来 他们绷紧神经 随时注意身边的风吹草动 生怕自己一旦松懈 就会错过攻击的最佳时机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叶青了解管理者的残暴 决定让管理者担任先锋 掉入守陀罗的陷阱 然后自己的人留在后方 增加生还的机会 叶青提醒管理者要不复为因 不过骄傲又知道的管理者不听 自以为能一举消灭守陀罗 这次因为有阿玉皇的支援 管理者有马匹可以骑 所以掉入陷阱的都是无辜的小马 这群管理者反而没有受到伤害 管理者们仗着自己援军到来 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他们的气焰更是高涨 拿起阿玉王四语的武器 除了一把拳刀还有弓箭 将还刃带在脖子上 各自信心满满的准备出发 接着管理者对叶青说 说不定你们不用出面 我们已经把守陀罗全部消灭了 等一下请你们把军人石像放在村口 让守陀罗们误以为 我们在村庄前准备攻击 这样才能够削弱他们的战力 叶青知道这些管理者 等一下会遭受埋伏 虽然心中有犹豫 但这就是战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而且现在也该是管理者 去体验痛苦跟恐惧的时候了 他们长期忽视别人的痛苦 成为习惯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只有亲身去感受他人的痛苦 才有可能转变自己的认知 随后叶青对管理者说 你们先往守陀罗村进攻 不过大家都要提起精神 要小心一点 这一次两方人马都准备了好一阵子 我们都有埋伏了 更何况是对方 而且守陀罗比我们更加了解附近的地形 劝你们先确定周围的情况 再做出行动 我们等你们第一波公村之后 就一并出发了 需要任何的支援 就派人回来禀报 听完叶青的交代 自信满满的管理者 仍然不觉得 守陀罗们会有什么聪明的埋伏 就算有 也是在村庄里而已 因为在管理者的心中 守陀罗的地位是很低的 就算自己之前被打得遍地找牙 人就因为自负 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随后自负的管理者 再一次出发 前往守陀罗村 管理者们因为有阿育网的支援 这次大家通通骑着马匹出发了 他们才刚踏出营地 就踏进了守陀罗挖的壕沟陷阱 马匹因为掉进壕沟 大声叫了起来 大部分的管理者 看到壕沟而停了下来 管理者的将领认为 这样不行 就吩咐大家先用走的 一边走一边拿木枝 确定前方是不是有壕沟 随后守陀罗的壕沟陷阱 全部被破解 但管理者们骑的马匹 已经踏上了 守陀罗安排好的 另外一个陷阱 就是用树叶掩盖的毒竹签 这些马匹因为身受剧毒 纷纷哀嚎躺下 他们不停的抽搐 再也走不动了 管理者看马匹脚上的伤 就知道地上有毒竹签 所以要大家把马匹丢下 这下子管理者只能够徒步的前进 这个世界上能感同身受的人不多 刀子插在谁的身上 谁才会感觉到痛 就像是残暴的管理者 以长期伤害他人为乐 一点都没有同理性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面 不会真正感觉到受害者的痛苦 接下来 守陀罗埋下的重重陷阱 全部都被破解了 他们要如何应付接下来的战役呢 管理者陆续经过守陀罗埋下的重重关卡 但这一次的陷阱 并没有造成管理者多大的伤害 只是让无辜的马匹受伤 随后管理者的降临 请大家慢下脚步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头上的铜钟 他示意大家往头顶的上方看 千万要小心守陀罗设下的陷阱 不要弄小铜钟 既然已经到了村庄的附近 大家慢慢的靠近就好 接着管理者的降临对大家说 现在我们没有马匹 所以行动要格外留意 虽然刚刚接二连三的陷阱 都已经被我们破解 但这也代表会有更多的埋伏 在后面等着 不论我们面临多激烈的攻击 都先去拿下在高处的 守陀罗 我们的死伤才不会惨重 就当我们是前锋攻击队 也要拼的有意义 守陀罗们一直在高处等着管理者的到来 在管理者踏上村庄的那一刻 已经被躲在管理者营地 查看的守陀罗知道了 脚城飞速的守陀罗 早就跑回村庄 报告亚路管理者的动向 亚路冷静的 请守陀罗们各就各位 依照说好的指令 攻击管理者 他对大家说 这是最后一战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已经不可能再打下去 因为阿玉王已经知道我们的叛变 就算我们赢了 只能先到其他的地方躲一阵子 等大家养好伤了 再攻往阿玉王的城堡 一直待在原地 只会让阿玉王派出更多的人来攻打我们 甚至拿出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所以万一我们输了 请活着的人全躲在地窖中 至少要过半个月 才能够出来打探风声 等风声过后 你们再逃走吧 我会站到最后一刻 保护你们的安危 这场战争 历经了很长的时间 守陀罗已经身心俱疲 看着竹人受苦 亚路知道 大家已经无力再战 面对即将展开的正面对决 一定要先休战 养好精神 才能有最好的表现 硬撑着疲累的身体 只是做无谓的牺牲 亚路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要保护竹人到最后一刻 管理者已经准备好弓箭 正在等待守陀罗的带来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熬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卜罗带地 还有普罗米修斯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圣环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从神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 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双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时间放进口带离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想要只愿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大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